已经是新年头旧年尾 各地都有寒冬送暖的慈善活动 为了让街友也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大台中环保市场 特别在2019年1月7号中午 举办一场街友尾牙宴活动 由环保市场将近100位摊商 出钱出力 赞助慈善关怀协会 准备丰盛的午餐 让街友们吃在嘴里温暖在心里 台中市北区金华里里长苏福安 跟市场主任苏志雄说 环保市场有些摊商 曾经是有钱的大老板 后来当街友入宿街头 又再重新站起来 更懂得感恩跟回馈 所以才会集结大家的力量 举办这次尾牙宴活动 这是很多人 大家一起做 大家都有爱心跟祝福心 做这一行工作是很欢迎的事情 所以每一年都会 邀请很多我们的好朋友 丹尾 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活动 才能办到这么年来努力 大台中环保市场 已经连续18年举办岁末送爱心 街友好温馨尾牙宴活动 而且现场还会赠送干粮 蛋糕跟简单的衣物 另外还提供免费礼法 按摩等服务 立法委员候选人 沈志会 宝基林西藏五路财神寺 成年取配仁波切师父 也到现场为街友们祈福发愿 帮大家加油打气 我们把爱分享出去 也让大家知道社会处处有温暖 用宗教家的一个慈悲 光怀的心 有师父今天 仁波切来加持 让大家受到佛法 这个沐浴 对他的这个平安健康 是有帮助的 我们佛教是讲究的是什么呢 这个菩萨 行菩萨道 那这个在我们这个世俗呢 社会呢叫做仁义仁义 然后呢以这样的一个精神 这个借助大众的力量 然后呢 把这个大众的爱心跟温暖呢 做一个平台 然后呢把这个发送给每一个需要的人 把这个爱心分享给大家 这个就是寒冬送暖的最大的这个意义跟价值 这场街友尾牙宴中 最特别的是完全没有猪肉入菜 主要是成年取配仁波切师父 发愿为街友开示 除恶其福 为了尊敬仁波切不吃猪肉的宗教信仰 跟最近流行的非洲猪瘟无关 所以中午这场公益慈善餐会 可以说是台湾地区相当罕见的 无猪肉料理尾牙围炉活动 大台中环保市场 也打算将剩下的物资 转赠给有需要的社福团体 把爱传出去 让更多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台中报导